上个阶段我们看到联准会自从确定在9月份要降息 这样的声浪不断之后 的确美元弱势的力道 市场上的资金在卖美元撤出 然后转战其他的市场 刚才我们看到货币市场当中 欧洲他们选择了瑞士 亚洲他们选择了日本跟泰国 但是这个阶段回来 只都要告诉我们 除了转战货币市场之外 其实原物料市场也颇受关注 这个部分确实是如此 没有说 因为只要我们说 只要美元稍微偏向于弱势 其实就等同于全世界全市场的货币 基本上都会走上一个升值的幅度 升值的态势 另外我们说除了列出亚洲主要的货币 刚刚上半段我们建议投资朋友 我们可以多留意一下 日元后面的走势 日股后面的持续的稳健上涨 同时我们说泰国目前为止 因为政权的转移 就这个部分 他们也正在积极的控制一下国内的货币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这个归类 有些人把它归类为原物料货币 所谓的原物料货币代表的国家 像是澳洲 纽西兰 巴西 南非跟俄罗斯 如果我们看到美元呈现弱势的情况之下 还有其他的货币呈现强势 都是非常正确而且合理的 但是有两个国家 我们从右图可以看出来说 有一点点出乎市场的预料之外 除了新台币 另外两个出乎市场预料之外 一个叫做俄罗斯 另外一个叫做巴西 那我想俄罗斯投资朋友稍微想一下就知道 因为这个乌俄战争 这个部分可能有一部分的资金 就跟2022年一样 因为打仗 所以资金快速的做一个汇出 所以它并没有跟着美元的弱势 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升值的幅度 这个很正常 第二个国家 巴西 那原因是因为巴西 今年也算是说 史上巴西国内最严重的一个洪灾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再去探讨一下 原物料近期可能出现的一些事况 首先如果我们看到俄罗斯 其实这两年 投资朋友自己也慢慢越来越熟悉 然后我知道俄罗斯 原来它是天然气跟石油大国 那俄罗斯的话 我们做一个排名 它在天然气 全球市场基本上可以说是排名第一 尤其是对欧洲区块来讲 基本上都是由俄罗斯来做一个供应 那另外一个部分也不可小觑的 大家也知道说这个石油是俄罗斯 它全世界排名大约是占第三名或第四 那输出的主要国家也是欧洲跟亚洲 所以俄罗斯后面的这个卢布后面的走向 基本上也有机会牵动油价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要慎防一下 开始进入正式降息的循环之中 会不会在这个地方失去对油价的控制 这是我们要留意的 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说这个其实就跟台股比较有关系 薄金的部分 那我想也是因为这个乌俄战争 大家终于知道说俄罗斯乌克兰 原来他们对于这些半导体的这些 化学原物料来讲 以全世界来讲占比是很高的 尤其是薄金 我们说在这个部分 如果你的半导体要做化学气象成绩这个部分 薄金对于制造过程来讲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稀有金属 那俄罗斯目前为止 在全球市场上面也排名前三 所以我们说这个部分 第一个 如果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之间的事件 越演越烈 虽然他们目前为止新闻是讲说 我打你 是为了要让更有和谈的成本在 但是回过头来看 我们说待会我们会再留意一下 如果后面有这些系统性的风险 我们应该怎么应应 另外一个比较乎大家的预料之外是巴西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物料 就是它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国家 排名第二了 第二名大概就是中国 像有一家公司 大概投资人也很清楚叫做淡水河谷 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商之一 那主要的出口基本上就是到中国 那像其他的亚洲国家基本上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目前为止这两个国家 我们说俄罗斯和巴西 它的货币是偏向于弱势 那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更倒过来看 是不是国家的国力出现了一些什么状况 那如果我们看到俄罗斯和台股 联动比较深的 应该就是柏金的价格 那柏金的价格 其实我们也请投资朋友 不用过度担心 虽然我们刚刚分析了这么一段 但是我们说柏金 其实这一两个月 股价有没有稍稍的往上涨一点 有 目前为止价格 大约在1盎司943美元的附近 但是如果我们把乌俄战争 甚至我们把时间点再拉长 我们说从疫情开始 因为那个时候大缺工 这个部分没有人开采了 柏金的价格一飞冲天 当时的价格达到1盎司 1盎司1300块钱美元 甚至乌俄战争的时候 1200块钱美元 那现在我们说了 这段期间有了做台股的投资人 可能会抢一些化工股 看到一些战争的新闻消息 化工股有没有动 有 但是呢 他们的这个涨势的空间 并不会像2020年或2022年 这么样的凶猛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柏金的价格就知道 如果我们要挑化工股呢 会不会有一波的小趋势 会有 但是回过头来 对于化工股而言 它的这个涨势 并不会像2022年这么凶猛 那柏金的价格没有到失控 有涨 但是没到失控 再回过头来讲 对于台积电啊 这些半导体相关的这些 代工厂商 基本上 也可以说是松一口气 所以整体而言 我们一步一步的推敲 刚刚上半段 我们有买个小伏笔 哪一家公司 还是最值得投资朋友 进行投资 台积电 那这个部分 因为它算是一个敲敲板 既然我们说 柏金的价格 有涨 但是没有到失控 那整体而言 我们去布局一些半导体相关的公司 那也还算是一个正确的动作 好 那除了布局半导体相关的个股之外 您刚才点到了 比如说像是化工 或者是这一波 受到了所谓的乌二之间 又有一些 这个增值的这个冲击情况之下 售货的个股 短线上可以抢谁呢 短线上面 第一个了 因为我想 我自己周遭身边 应该有很多人在关注黄金的价格 因为黄金这段期间 还是维持一个高档 所以只要有一些系统性的风险 可以去操作黄金 这个大家很熟悉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谈 我们来谈 短线 如果我们再听到一些系统性的风险 短线 做做化工 强强化工 甚至这段期间 钢铁 我们说其实在7月的时候 钢铁股价也稍微有反弹以下 但是很可惜的 因为我们说 巴西的铁矿砂价格是涨的 但是中国的铁矿砂又是下降的 所以一来一往 算是抵消 所以我认为 如果我们这段期间 有人在讨论说 钢铁啊 硕化已经很低了 能不能抢 还是偏向于短线 那长线很简单嘛 我们说就关注于欧洲市场 这一次台积电去欧洲成立 欧基电 基本上就是看好电动车这一块 那我们说在这个瑞士 基本上他们也算是生计大国 所以如果我们要看欧洲市场的话 我们注意两块 一个电动车一个生计 这是台股可以留意的方向 如果亚洲市场很简单嘛 刚刚我们关注 像不管是泰国 或者是日本 都是以半导体 还有工具机为主 所以长线呢 建议投资可以留意这些产业 所以看得出来 子东特别提醒 在弱势美元的情况之下 原物料这一块也是可以留意的 短信上强强短 包括了化工 包括了钢铁 但是比较长期的状况来看 欧洲市场还有亚洲市场当中 各自有不同的领域 都提供给您作为参考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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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提供 睦